中秋過後 氣溫轉涼 病毒沉沉欲動 秋冬正式流感高峰期 从基层诊所到御苑门诊 涌进看诊人潮 下雨的问题气温骤降 这时候会让病毒的活性会增加 然后造成一阵子的传播 她是Dephanie 这一波流感受害者 三个星期前确诊 高烧39度全身无力 直到现在症状虽然逐渐缓解 但还是每隔三天要回诊哪样 烧到你连动都不想动 因为真的太烫了 然后也不想吃 然后也没有办法睡 我现在的声音就是变成这样 你讲话你可能也听不懂 病毒攻击声带造成沙哑 是她得流感后最严重症状 而像Dephanie一样 饱受流感困扰的人越来越多 截至9月底累计781例重症 夺走170亿人命 甚至打破秋冬高峰期 出现流感全年化形象 它本身是一个高清洗性的一个病毒 它很容易会造成所谓的 激发性的细菌性感染 那当然最常见的细菌性感染 就是所谓的肺炎链球菌 在年轻族群会发生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免疫风暴 就是说当它感染之后 它的免疫系统会启发的太强烈 然后这时候也会出现 它可能也会有生命风险的一个提高 流感病毒爆发快 散播范围广泛 橄榄者每次喷嚏或咳嗽 会释出50万颗以上病毒 范围两公尺内 碰触微量足以致病 更可怕的是 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 像是心肌炎 脑炎 其中威胁性最强的是肺炎 为十大死因第三位 流感是因为说 它可以在跨物种之间去做传播 所以在那种极渊农业的亚洲国家 那种农夫会养鸡 养鸭或养猪 会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对于A流是可以大量的传播 这是它跟B流最不一样的地方 流感病毒分为A B C三种类型 B型 C型传播媒介少 不容易变异 威胁性较低 反观A型 传染力最高 杀伤力最强 病毒游走在人 禽类 哺乳类 病疫性大 引起症状也最为严重 史上几波惨重疫情 都是A型流感带来的死亡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 始于西班牙的H1N1流感疫情 造成全球5000万人死亡 1977年 俄国再度爆发H1N1流感 70万人死于疫情 而近年最严重的一次是2009年 美末爆发的猪流感疫情 光是台湾 不到一年酿成数十万人染疫 最容易的造成传播的就是 你在职场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说在家户的传染 因为这些第一个是你接触的时间最长 第二件事情是这些人在接触的时间 距离会最近 这一波流感来势汹汹 其中七大高风险族群 敏意力低要特别当心 可以透过接种疫苗增加保护力 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已经开打 已是建议年长者还可以加打 肺炎恋求菌疫苗 双层防护免于病毒带来的伤害 东西新闻电话中心 杨上人萧涵采访报导